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任天堂的一三直面会呢,刚刚结束 不知道你们现在心情是怎么样的 可能是兴奋或者说失望 也可能平平无奇,没有任何感觉 反正无论怎样,我们现在呢 就来一起回顾一下 这次任天堂的一三直面会都有哪些重点内容 其实为了让那些可能并没有看 这次任天堂一三直面会的玩家们了解一下 这次都有哪些新的消息 也是,让我们所有人知道 在今年或者说明年 我们能期待到哪些Switch上的游戏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 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的续作 好了,我说完了 毫不夸张地说 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 是很多Switch玩家的启蒙老师 正是因为旷野之息这款游戏 才给了很多朋友接触Switch 喜欢上Switch的机会 这次续作的公布 可以说瞬间把直面会本来略显平淡的基调 直接扭转 一颗核弹,瞬间爆炸 这样形容毫不为过 巫师3,这个在一三前就有小道消息传为要登陆Switch的游戏 没想到真特别整出来了 从昆特牌和巫师无双直接进化成了巫师3 相信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可能也和我一样 就等着看着游戏到时候Switch上实际的上手体验了 看看帧数,测测画面 目前的消息是今年年内发售 说实话 就算是怀着Switch上运行巫师3可行性的猎奇形态 我也直接给买爆了 对于动物之身出现在一三直辩会的正式里 大家可能从未怀疑过这件事 不过大家可能没想到的是 这款游戏还是要等到明年3月20号我们才能玩上 《维基百科》里讲 这是一款社交模拟类游戏 玩家生活在由一个拟人动物居住的村庄展开各种活动 很多朋友都很喜欢这个游戏 那一定有其道理 画面一看呢 就是能带给大家真正纯粹快乐的游戏 作为一个没有玩过前作的人 我一定要尝试一下 那么视频到这里 其实对于大部分朋友 这次直辩会足够引爆互联网的内容 大概已经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冲冲冲 除了这次直辩会一开始就提到的 勇者斗恶龙一代男主加入大乱斗 这次微软旗下的班卓熊 也在直辩会的最后加入了 可能你甚至不知道班卓熊是什么 大乱斗你连剧情都没打完 这都无所谓 跟着老外一起嗨就完事了 嗨完了以后 我们现在就来按时间顺序快速了解一下这次直辩会剩下的内容吧 先是凯登斯勇闯海拉路 死灵武师地牢 塞尔达传说合作具现 每次看到这个名字 我就觉得是全游烂尾以后 给在家待着没事做的龙妈特供的游戏 其实这就是明天就发售的节奏海拉路 塞尔达传说和节奏地牢的联名作品 伴随着音乐的节奏在地牢里探险 一听就懂得游戏玩法 明天就给大家上手玩玩看 然后呢 就是7月19号发售的粉丝可以买 非粉丝看看就走过去的漫威终极联盟3 关于SRPG大作火焰之文章风花雪月 我们可能已经多次在大大小小的直面会上看过了 就在下个月26号 它终于来了 这是直面会又有的新的预告片 也算是侧重演示了我们在军官学校的相关画面 此外的游戏内容并没有得到展示 不过根据之前几次直面会的宣传视频 游戏可人的战场演出表现力 足够让我们期待下个月的到来了 白金工作室的Astro Train 新魂链将在8月20号发售 神谷英属监督贵政和负责人设 尼尔机械机缘主设计师田普贵旧指导 这个证实已经足够让很多玩家提前预购了 就宣传视频演示来说 游戏战斗画面绚丽 近未来都市 异次元神经元特殊部队之类的设定 必然也会燃烧一大批玩家的钱包 Demon X Machina 一款二月直面会之后就提供demo版本的机甲战斗类游戏 当时试玩的时候我个人的感觉非常一般 目前大家还是谨慎购买吧 还是得等到这个游戏的正式发售之后 我们再看一看到底如何 赛尔达传说知梦岛 无论是对于赛尔达系列的老玩家 还是从旷野之息开始入坑的新玩家 这款对于16年前经典的复刻 都是赛尔达星座发售之前 我们体会赛尔达游戏滋味的一道可口的钱菜 在袖珍画风下的灵客实在太可爱了 无论是施足撞树 还是吃苹果的动作都非常精致 再配合着赛尔达主旋律来使用 简直了 视频中也是提到了自制地牢的玩法 类似于DIY的地牢拼切 总之话不多说 9月20号赛尔达制造 我来了 美版的《勇者豆腐龙11S》 9月27号发售 2月指面会的时候就曾登场过 游戏内置简翻中文 故事从主角寻找绅士开始 探索这个世界的真实一面 本作含有进化的元素 可以在2D和3D世界之间切换 在完整保留原来内容的情况下 NS版又加入了新的剧本 和新的剧情转变取向 GRPG爱好者一定要尝试一下 准没错 《宝可梦剑盾》 11月15号发售 在这次E3直面会占有的篇幅很短 可能也是因为前几天 《宝可梦剑盾队》直面会才刚刚介绍过 这次也是着重介绍了另外一个新的道馆和新角色 虽然篇幅不长 但对于很多玩家来说 这可能就是今年Switch上最期待的游戏 极具化 大约在冬季 马里奥和索尼克 2020东京奥运会 一款随着明年到来的东京奥运会应运而生的游戏 马里奥和索尼克和他们的朋友们都有加入 支持联网对战 用这些熟悉的角色参加奥运项目 11月发售 聚会的时候一起对战 绝对单纯的快乐 路易吉鬼屋3 这也算是很多人对我在期待的一个IP吧 路易吉应该是继续用吸尘器当武器 来扫除鬼屋里的幽灵 这次的直面会呢 也算是花了将近5分钟来演示了4个新技能 路易吉居然会分身了 另外就是多人模式 居然最大支持8个人同时合作 也就是说Switch一台是两人 最多支持4台Switch同时联机 所以说最大的8人的一个合作 目前的情报是2019年年内发售 看样子应该是要留到12月份了 生化危机5和生化危机6 今年秋季要登陆 不得不说现在Switch上014已经有了 5和6呢也马上有了 要是再来个2的重制版就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是一款25年前的经典游戏的重制 圣剑传说3的重制版 据说是要在2020年登陆 不得不说这个年纪都比我要大的一个游戏 现在能得到重制 已经是出人意料了 现在看这个演示居然还重制的这么良心 看到这个画面 这次是真的可以卖爆了 那么今天我们提到最后一款游戏 英雄不在3 其实在今年年初呢 由虚田刚一制作的 英雄不在2的续作 特拉维斯再战江湖 已经登陆过Switch了 这次的英雄不在3 可能依然是一款个性鲜明的游戏 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但我个人觉得看起来还是蛮鬼酷的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种 比较酷酷的风格 好的 那么OK 我们今天这个E3这一张直门会的 简短介绍视频到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妨给我点一个顶 顺便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